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一定是自己的命运 人的命运各不相同 同样对待命运的看法也有着许多的差异 有的人认为生活不幸都是上天不公 有的人认为处处受阻,一切都是天意 有的人认为生活困顿,安宫守洁,自有变好的一天 那么是否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位佛友分享的真实经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改命的 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谢谢大家 我们暂且将故事的主人公称为吴姐 说起吴姐就不得不畅谈她的不堪过去 吴姐是个七零后农村大姐 家里世代都是以种地为生 用老实芭蕉来形容也不为过 人的一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有的尚在强保就遭遗弃接头 有的年过古稀却截然一身 吴姐也是如此 她的平凡生活随着一场场意外的到来而被打破 一场车祸导致她的老公意外去世 她只好独自抚养年幼的女儿 女儿变成了她唯一的未见 但不成想 在女儿十多岁的时候也病死了 这令吴姐的整个世界瞬间坍塌 生活没了希望 她的生命等同于死亡 于是她在家里偷偷喝农药自杀 好在被人及时发现 抢救了回来 但自那以后的吴姐几乎没有过任何的笑容 整天以泪洗面 这种遭遇很难感同身受 只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才知道有多么绝望 为此 吴姐自己也特地去找人算过命 得出的结论就是她命太硬 会克丈夫子女 后半生也只能观寡孤独地过 吴姐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打击和对于命运的无力后 整个人也就完全失去了生的意义 终日只会念叨自己命苦和离世的丈夫女儿 家里人见她有些神经兮兮 曾经把她送往精神病院 不过吴姐在医院闹得很大 最后只好又把她接了回来 可是待在家里整天神经兮兮也不是个事儿 没有办法的家人只好把她送去寺院 希望寺院里的沉重目骨能缓解她的痛苦 吴姐就是在这种稀里糊涂的因缘下 皈依了佛教 郑爵寺是专门弘扬大悲咒的道场之一 不论是遭遇了什么 师父教导的都是要念大悲咒 虽然吴姐在寺院里还是会经常哭泣 感叹自己命不好 但是听多了佛教说的生死无常 心里虽有逐多委屈 却也能逐渐控制住情绪了 可以说吴姐的修行只是顺势而为 因为她在寺院里只有遵守寺院里的规矩 可实则她的内心深处 还是依旧对自己命运不好感到难过 在寺院里待了一段时间后 吴姐很快就学会了大悲咒 每天除了和寺院里的师父做早晚课外 就是念大悲咒 念累了就会发呆 当时寺院里很多人都在分享对于观音大师的感应 这让郁郁寡欢的吴姐在愁闷中有了乐子 大家说的感应 吴姐初期是不信的 只当做一种故事听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知道真实的感应发生在了她身上 她才知道了真有佛菩萨和因果 有一夜吴姐做梦 梦见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只是丈夫很冷漠如同陌生人 只有女儿神情复杂地与她说话 女儿让她不要再难过 说她日后还会有丈夫与儿子的 让她既然遭遇了千载难逢的善缘 就该好好地把握善缘念大悲咒 要知道之前吴姐从未在梦中梦到过丈夫和女儿 对于梦亦是半信半疑 信的是一种欣慰 如同分离的两人之间就存有一个信念 待到相见时 纵然是日后再也不见也无憾 疑的是自己已经很大岁数了 自己的确是由于丈夫女儿死了 无依无靠 但就算再嫁人也不可能再生孩子 后来吴姐就把梦的事告诉了寺院里的师父 希望她能够帮助解梦 师父给吴姐解梦 也是说让她好好地念大悲咒 不明白的东西时机到了 自然会明白 想通了这一关节的吴姐 没有继续逗留寺院 而是告别了师父回了家 吴姐自从回家以后 深知担忧无意 她的担忧就是丈夫女儿死了 日后自己会无依无靠 加上在寺院听到的诸多感应故事 她终于有点相信了 于是她决定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多挣一些钱 如此就算是孤独中老也有了保障 她把家里的地租给了别人来耕种 而自己则出去打工 虽然已经是几十岁的人了 但还是让她找到了一份房产中介的工作 中介的工作对于新人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吴姐连续拿了几个月的底薪 依旧连一套房子都没有卖出去 植树领导也找她谈过好多次话 没有办法的她 依旧只能每天念诵几十遍大悲咒 祈求菩萨能保佑她成功 就在月底又要报业绩的时候 吴姐晚上突然梦见了观音大士 观音大士对她说了一个地址 再三说买下 第二天吴姐接待到一个客户 客户想要出售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 惊奇的是 那套房产的地址和梦里观音大士说的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犹豫的吴姐立即就和家里借钱 再加上自己王夫的赔偿金买下了那套房 而自己也完成了业绩 躲过了被辞的命运 可事后吴姐才了解到 自己买下的那套房产比市场价便宜很多 原因是那套房产死过人 还不止一个 是有名的凶宅 新入住的业主都遭遇过奇怪的事 吴姐身为一个女人 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甚至在搬进新房后 确实感受到了有被人注视的感觉 房子既然是观音大士 在梦里喊她买的 那么有问题自然得找观音大士 原本一天只念21遍大悲咒的吴姐 因为害怕 不自觉地把大悲咒定量在了100遍 如此只是过了一周 吴姐一日在新房里休息时 突然听到了一声叹息 接着家门被无故打开 自此之后 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其他怪事 此外 吴姐似乎也突然之间开了运 房产中介的活 开始逐渐上手了 业绩也从垫底 一下到了名列前茅 从这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小看 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了 就在吴姐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效时 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她购买的这套房 由于附近改造 竟然莫名地成了学区房 即使顶着凶宅的名头 也依旧不止翻了一倍的价格 吴姐果断地决定出售 不仅一下子还清了 和家里借的钱 也真正意义上地 赚到了她的第一桶金 这令她对于日后 观寡孤独的生活 渐渐有了一丝底气 不过她没有忘记 这是观音大事和大悲咒的加持 所带来的 有了钱的吴姐 选择回了老家 想要在老家做点小生意 不承想 女儿梦中所说的话 开始应验了 老家的父母 眼见她失去丈夫女儿 变得神经兮兮后 又恢复了正常 想着她日后日子也难过 层层把关后 非给她找了一个高中老师作伴 重点是 婆家也没有反对 吴姐原本是不愿意的 只说自己命运 也忘不了死去的丈夫女儿 没想到 高中老师觉得 她是个重情义的女人 也允许她日后 在家里供奉王夫和女儿的遗诏 一来二去 吴姐发现 和这个高中老师 竟然有了共同话题 而高中老师家里 也是信佛的人家 也就同意了 在婚后的吴姐 并没有生下一儿半女 反而是新丈夫 原来的两个儿子 对她很好 从开始的阿姨 逐渐改口 叫了妈 正好印证了 女儿在梦里说的话 而吴姐至今 依旧念诵授 大悲咒不绝 最少每天百遍 多则三百遍 随后几年 她更是开启了 自己的小店 一家人 也并没有因为她的命运 而出现过任何的意外 纵观吴姐的前半生 只是一个 碌碌无为的农民 伴随着丈夫的惨死 和女儿的夭折后 令她的悲苦 达到了极点 这其实是过去的夜阴 但是随着吴姐 姻缘巧合下 皈依了三宝 并开始持念观音大事的大悲咒后 她的命运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看到这里 可能也有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吴姐持念观音大事的大悲咒后 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而自己持念大悲咒 却无明显的效果呢 我们要知道 大悲咒是观世音菩萨 专门说给娑婆世界众生听 用来离苦得乐的法宝 在经中说 受持的人自然能够得到种种利益 以及世间果报 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姻缘 即使都在同一片蓝天下 但是大家各自都活在自己所认知的世界中 他人的经历以及变化 可以参考 却无法圆模圆样地 复制到自己的人生轨迹上的 唯独需要坚信的便是佛不妄语 但能乐观积极向上 送持不错 谁到去成时 必有属于自己的传奇 送持大悲神咒者 于现在生中一切所求 若不裹碎者 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 为除不善 除不至成 于现在生的意思就是今生 而不是要等到来生 今世一切所愿 今世称义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